根據日本偵察廳的消息 北韓在今天清晨是發射了兩枚彈道飛彈 而在日本防衛廳就表示說 這兩枚飛彈的飛行高度是100公里 射程是350公里 第一枚飛彈在台灣時間的凌晨12點47分左右發射 第二枚是大約在6分鐘之後發射 兩枚飛彈都落在日本專屬的經濟區外 當局正在調查飛彈種類當中 北韓發射飛彈後 美方軍方也表示說 正在跟盟國還有夥伴密切的磋商 稱此舉是凸顯北韓破壞穩定 而這也是平壤近兩周來第七度的試射飛彈 連接俄羅斯跟克里米亞大橋發生大爆炸之後 俄羅斯方面已經展開了調查 俄羅斯調查委員會透過聲明表示 根據了解初步的資訊顯示 有三位已經身亡了 而聲明中也提到這些遇害者 很可能是靠近爆炸點的一個車子上面的乘客 目前部分的橋段已經恢復通車 但是數百位的旅客以及當地的民眾 仍然是涌到了港口 車隊就像這樣綿延了將近兩公里左右 要耐心等待渡船準備離開克里米亞 俄烏大戰當中負責運輸俄羅斯武器 還有戰車前往前線的克里米亞跨海大橋 在8號的清晨凌晨是驚傳了遭到炸毀 網路上面也有很多爆炸瞬間的畫面 當時是傳出了轟天巨響 火光四射 橋面也斷了 而且掉入到海中 烏克蘭總統府就暗指說 這個是烏軍的作為 而且狂嗆 這一切只是開始 平路橋燃起洶洶大火 火勢驚人還冒出黑色濃煙 8號清晨 俄國克里米亞的克赤大橋發生大火 爆炸畫面也曝光 監視器記錄下車輛行進過程 整座橋突然轟隆作響 火光四射 不能想像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但有網友懷疑爆炸瞬間飛這次的影片 事後由驚恐的駕駛拍下影片 直擊橋面斷落崩塌 沉入大海景象出目驚心 俄方聲稱是油罐車失火 後來坦承是卡車炸彈所致 烏漢總統顧問指出 這指示開始 暗指示烏軍所為 目的就是切斷俄軍補給 發動突襲 克赤大橋長16公里 是歐洲最長橋樑 俄國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半島之後 赤資了30億美元新建 在俄烏開戰後 俄國就靠他運武器和戰車進入前線 美國總統拜登才剛警告 普丁恐發動核戰陷入世界末日 沒曉到當天晚間 核足球就不經意現身 拜登從紐約返回白宮時 就被拍到一名軍官手持核足球 從軍機上走下來 這工序包內藏核武發射按鈕 可隨時發動核戰 美國官方還將撥款91億台幣 採購大量治療核輻射藥果 被外界猜測是在為核戰做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中共二十大倒數一週 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今天要來召開 將正式決定二十大的相關日程 做最後的準備 按照慣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就二十大的報告 要討論稿向七中全會來說明 全會討論通過之後 提請二十大來審議 北京的學者就表示說 由於中共以及現在世界各個地方 都處在歷史的交叉口 二十大的報告應該會是數十年來 影響最大的一份政治報告 我們也會為您 及時的來掌握最新的焦點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 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